謝謝主席,我們先請國安局,現在是副局長是不是,王副 副局長,今天早上你們的報告,還有蔡局長在這裡的口頭報告,表示說我們福茂所開放的這些項目,基本上整體對國家安全的疑慮少之又少 我想我們局長沒這樣講,我們局長只是講說風險跟機會是並存的 所以怎麼樣做好風險的管理,這樣才會把這個機會最大放 事實上你們對於各行各業各部會的業務這麼龐雜,到底風險有沒有做好控管,風險到底是多大 基本上你們也是各部會給你們做的報告,你們替他背書保證 你們有各行各業的專類嗎?譬如說二類電信,有關於電子通訊總共開放多少項目? 講不出來嗎?對!所以事實上,我現在要告訴你,你等一下好好坐著,聽我怎麼問NCC 你就會知道他們怎麼蒙騙你們 第一個,剛剛副主委怎麼騙你,你少說話我告訴你 你聽喔,剛剛他說WTO已經開放了,那就是騙你的 WTO有開放,可是貿易障礙我們第一時間就設下來 中國在WTO開放的電信項目他也設貿易障礙,他也沒有全部給我們 我們在WTO開放的項目,我們對中國所設的貿易障礙,從農業工業一直到電信 我們設了一堆貿易障礙,我們也沒有給他們 所以WTO有開放,事實上兩岸之間貿易障礙就是沒開放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今天的福茂是在ECFA的架構之下談的 不是在WTO的架構下談的,今天他用WTO的架構來騙你們 然後你們就覺得好像沒錯,已經開放了,不必關心 事實上,我們的ECFA到現在對WTO,我們的FINAL根本沒有給WTO掛號 根本沒有去WTO那裡報告,根本沒有去掛號 而事實上,整個ECFA下面談福茂的啦 所以,現在根本就是在談說,當初設貿易障礙就是有國安疑慮 國安疑慮到什麼時候都還講 2011年11月5號,工商時報報道 有關官員在談判的過程,2011年11月5號的時候都說 第二類電信另有特殊電信業務,目前也不開放 因為包括寬頻等等等等等等,特殊電信必須通信監察且須審驗 仍有通信安全疑慮,暫不打算開放 一直到2012年11月5號都還認為有國安疑慮,所以不給開放 這些訊息其實你們都不知道,好,不要被騙,回去坐著 來NCC副主委上來 謝謝委員 除了營建類,開放了染線工程,開放了基地台工程 4G的基地台,國安局在沒有本局開協調會之前 國安局都不知道4G的基地台跟3G不一樣 4G的基地台是已經IP化了,每一個基地台的本身就可以直接串聯影響到機房 4G的基地台是這樣,結果我們這次福茂開放基地台工程 除此之外,還開放了三個特殊服務的二類電信 那個副主委 是,委員 那一天你沒來,我問石主委 很簡單,我們福茂開放二類電信就三項嘛,對不對? 這一次開放 對,這一次開放就三項嘛 二類電信 特殊服務、特殊業務的三項 這三項本席一再地說,沒有定義 沒有範圍 範圍廣之又廣 到現在還是一樣,來,你看一下 二類電信事業特殊服務,就這三項 這三項在你們現有的電信事業管理規則裡面的規定 你看看電信事業管理規則 電信法下面的電信事業管理規則 什麼叫特殊服務 什麼叫做一般業務 來,下一條 你們所開放的項目 是在你們的電信事業管理規則裡面 空白,而下一項沒有定義的 這個範圍空白 你看紅色的就是你們開放的三項 這個管理規則 管理規則每一項的內容都有說明 就是這三項沒有定義 範圍在哪裡你們的管理規則沒有定義 所以學者從去年八月的時候 就開始擔心說你們開放的三個項目 只列名稱沒有說明 開放的範圍非常的廣泛,非常的危險 所以副主委你們就開始講說 沒有我們開放的只是什麼 只是舊技術對不對 是舊的技術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舉的例子是舊技術 我們現在並沒有對於技術做限定 你看,你知道我在查今天改口了 來,你改口是沒用的 你看一下你們的第五頁 你們的Q&A的第五頁 本期4月7號提出質詢 你們很緊張 開始去救這個問題 要予以回答 所以你們製作的Q&A 來,你們製作的Q&A 你們製作的Q&A裡面 要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是在你們Q&A的第五頁 就是數據交換通訊服務 絕不是你們所稱的舊技術 例如MPLS 數據交換技術 已經廣泛使用在全台 7萬多個基地台的上網服務 包括4G網路傳輸交換技術 光纖道府服務 如果開放中資影響甚至 你們開始回答學者專家的疑慮 然後去製作Q&A 你們的Q&A怎麼寫? 你們的Q&A怎麼寫? 這三類業務的業者可以用 來啦,你們的範圍在哪裡? 你們後來怎麼規定這個範圍? 說明一下你們後來怎麼限定範圍? 你們用什麼來限定範圍? 因為其實範圍是很廣的 你們說你們有限定 你們用什麼限定? 限定在哪裡? 這個MPLS假如用在基地台這個技術 我要問的是 你們最後二類電信開放的 這三項項目的定義跟範圍 你們最後用什麼來限定它的範圍? 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的新技術 其實絕對不是封閉網路 來 你們用什麼來限定它的範圍? 我那個NCC通信營管處林慶航 用什麼來限定它的範圍? 我們第一個就是存取網路服務 你們的依據是什麼來限定它的範圍? 項目範圍你們依據什麼來限定? 第一個我們所謂封閉網路就是你企業它 你們依據哪一個法令來限定它的範圍? 依據哪一個法令? 第一個我們用電線法 電線法11條 第一個設置電線基線設備的這第一類 接下來就剛剛的管理規則 然後管理規則沒有定義 接下來你用哪一個法令? 管理規則我們是在 後來你們用哪個法令? 有一條它是定義說開放的業務申請表 你們今天知道我在查出包了 今天在這裡都不敢講了 可是你們的公告的文件全部在我手中 你們的依據是什麼來看一下 你的網頁還在?等一下大家上網去看 它的依據呢?就是網頁上面這一個 它的依據是數據通信業務實施要點 以及它的前段數據通信規則 你們的依據是民國是來數據通信規則 你們現在的依據是這個 我這邊在跟委員報告 是不是用數據通信規則來限定範圍? 來界定它的定義是不是? 電線法開放以前 我去查了以後你們發現出包了 你們所有的網頁都告訴我們說有有定義 然後定義就依據數據通信規則 你們這種沿用數據通信規則還發函 這是你們103年4月14號發函給全國所有大專院校 因為各大專院校的教授都出來反對 你們發函說為了要解釋 為了要解釋它是有定義的 因為從電信法從管理規則完全沒定義 本期4月7號問了以後你們開始去找定義 找定義以後4月14號就發函給全國所有的大專院校 談它的定義 在Q&A裡面第5頁到第7頁也大談它的定義 你們把它的定義是放在沿用79年5月15號的數據通信規則 跟80年10月30號的數據通信業務實施要點 去界定它的範圍 然後把它的範圍說成是舊時代的舊技術 我開放的只是這個範圍 有沒有 你的公文發函給 這是4月14號 發函給全國各大專院校的第三點 說明的第三點 說明開放項目為 開放項目系沿用79年5月15號的電信管理規則 有沒有 我寫出來這個是康寧大學就公布在他的網頁 把你們的公文公布在他的網頁 亂七八糟 我這邊補充 為什麼今天全部都不敢講這個管理規則 為什麼今天改口 因為本期查出來了 這個規則 這個規則 早就廢紙了啦 太離譜了啦 拿他出來通涵 拿他出來做Q&A 唐塞說 沒有我們的範圍是根據這個數據通信規則 所以範圍很小 是就技術 Q&A Q&A是4月9號以後加進來的 然後14號也通涵全國各大專院校 說放心我開放的項目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民國八十幾年 民國86年就廢紙的東西耶 所以現在等於是什麼 等於維持 維持在完全沒有定義的範圍 你開放的二類電信特殊業務的這三項 目前 在福茂協議裡面就寫這三項的名稱 而在國內的管理規則 完全找不到定義 完全沒辦法限縮它的範圍在舊技術 而以現在的新時代的網路時代的技術 那是一個影響資安非常嚴重的領域 報告委員我補充 就是說這個電信業務的開放 你要不要承認 那嚴格在哪裡 嚴格在你要有法令依據 法令依據就是依據電信法 發布第二類電信事業管理規則 那在第二類電信管理規則 有一條是說開放的業務 還有它的那個申請格式 是由那個通常會來公告資 那我們依據這個規定在九十年有公告 然後公告以後放在我們的申請業務的網頁上面 就有各業務的一個定義 那這個定義的嚴格是依據電信總局 你現在公告的項目也不是你所說的舊技術 只有在民國七十九年的這個時代的規定 才是舊技術 而民國七十九年這個時代的規定 那個舊技術時代的規定 是在民國八十六年就撤銷了 你們到今年的四月十四號 還通喊給全國說 我就是依據這個來簽符帽的 開玩笑啊 那個副局長 那個國安局副局長 你們所信任的各部會 就是這樣亂七八糟的部會 你們所信任的部會就是這樣亂七八糟的部會 把一個民國八十六年已經廢紙的規範拿來唐篩 去應付國內整個學界 當天我質詢的時候副主委說三個 還笑說只有三個學者反對 當天晚上簽到四十九個 現在已經簽到兩三百個 學界整個反對 然後他們告訴你 說我開放的只是這一點點舊技術 然後那個舊技術規定在七十九年這一個管理技術規則 而七十九年的這個規則早就已經撤銷了 他們這麼亂耶 他們亂成一團耶 其實他們也很可憐啦 NCC也很可憐 整個談判過程完全沒有參與 派任何一個人列席都沒有 完全沒有參與 那為什麼會出這種事 當我們開始追的時候 他只好去替第一線談判的結果來背書啊 找不到資料啊 你知不知道這個網頁上面 他所舉的這幾份資料是怎麼來的呢 是scan進來的呢 你在網路上都查得到 這個資料是scan進來的呢 因為找不到現有的法令規定 找不到 只好呢到舊倉庫裡面去把電信總局時代的那個舊法令 已經廢止的舊法令拿出來掃描 然後當Q&A 然後呢當通令全國的公文 這個通令全國的公文 丟臉丟到家 顯示你們沒有能力替國家維護資安跟國安 證據明顯到了極點 一個民國86年已經廢止的管理規則被你們拿出來當擋箭牌 來安慰我們說我開放的就是這種舊技術時代的東西而已 你以為中國那麼好騙 我正在追蹤 這個陳情的來源是不是就是中國來的 我正在追蹤 中國人看到你們這樣回答 他們怎麼可能會服 你當初簽的時候就是現狀簽給他 就是這個網際網路時代 的這個技術簽給他 完全沒有相關的法令 然後沒有定義沒有範圍沒有界定 你現在說有有界定把一個廢止的法令拿出來 你看到時候怎麼去跟中國揮花買什麼 你用什麼潛規則去綁他們的小腳 你沒有法令規章去限定 然後你開放的是沒有定義的 沒有範圍沒有定義的 副局長你也不知道這些事嘛對不對 你不可能知道 你國安局不可能知道 其他各部會隨便給你一個報告 你就替他們背書 這什麼國安 谢谢伟爷